被視為綠營新北選戰熱門人選的 民進黨立委羅志正 日前確診亦康復 立刻和前副總統陳建仁同臺 替新北小英之友會接牌 佈局陸戰意味濃厚 對侯市府防疫作為更是火力全開 而羅志正似乎也早已為了年底選舉 做足準備 外傳羅志正的政策白皮書 不只已經完工 首波競選slogan也出爐 用給我一個城市 我會給你一個世界 來凸顯走遍七十多國的國際外交視野 而羅志正日前受訪似乎也透露 萬事俱備 只差徵召東風還沒來 這很符合他過去一向的風格 他是一個事情都先準備好 常聽他講 給他一個城市 他會讓這個城市得到全世界 如果說要在牛棚裡面 持續的熱身戀頭 我看羅志正委員從來都不放棄了 同為英系立委的江永昌也強調 羅志正遭就在牛棚練頭多年 隨時能夠披上戰袍 但現在民進黨內 不只羅志正呼聲高 奪下多次五星評價的屏東縣長潘夢安 也被點名轉戰新北 據瞭解蔡總統海誠親自勸禁 我目前還是以憲政為主 也沒有這樣的規劃 我也不知道怎麼會有這樣的訊息 只要民進黨趕快確定徵召好的人選 在新北市市長的選舉是大有可為 儘管盤萬強調沒規劃 但無論綠營推派誰 對新北小雞而言都是強棒 只盼望最強母雞趕緊就位 期待黨中央可以早一點拍板定案 我想兩位都是一等一的人選 其實羅老師一直以來 都有非常遠大的這個破話 無論是民進黨提名哪一位戰將 都有機會來移戰侯友宜市長 逼成焦慮不是沒原因 畢竟侯友宜雖然還沒有正式宣布拼連任 但已經壓制滑水 上週末才到金山萬里 侯友宜這次前進平溪 和地方里長座談 鞏固基層組織戰相當明顯 而民進黨持續盤點戰將 要推出最強人選 力拼翻轉 三連選人朱俊傑 簡宏旗 周凱恩師小組綜合報導